或用手機 或用電腦 新山慈濟志工五秒叉 參與心靈故鄉的歲末祝福 台灣數據人 然後上人所說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聽得到 然後看得到 真的很感謝那個科技 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都無法回到心靈故鄉 那兩年過後的今天 又是歲末祝福 又是在線上 那就把這樣的一個 相識之情寄託在這一場的 那個歲末祝福 當看到上人出來的時候 壽政那年的那個景目 歷歷好像湧現出來 那麼那種感動 真的是烏鴉 歐法 用言語來抵禦 古來共修處 在防疫規定下 眾人善命共振 大家聚在一起 就有那種家的感覺 跟我們平時在家 連線是完全不一樣的 希望這個疫情能夠 盡快地結束 大家能夠出來 跟以前一樣地走 入人群去 不灑愛的種子 一年一度法清共聚 北海慈濟人也沒缺席 線上與實體歲末祝福並行 我們在去年也是成為你們的其中一個 就是被幫助過的對象 所以我更能夠體會到 當我們真的很需要幫助的時候 此際就是不求回報 那種感受真的很深刻 新的一年有新的期許 共善互生的力量也越大 大約新聞 真是美之溝 馬來西亞綜合報導 第一次 第一次